这个红薯苗是从中国厂市买卖的 从我发芽来的 当时买回来的这个红薯根 红薯叶它们都吃叶 不种红薯叶子可以留着吃 它这一把也不到钱的 然后跟插线也可以当插线 让叶子吃掉 这些都可以种红薯 那个头就换红薯 上次这个土 用的是营养土 我觉得烧死了 所以还是它这个土 喜欢那个沙质的土 它就用土 这种肯定的花有土 如果营养的 营养会烧死 这个红薯不打钢 吃它的红薯叶子 这种种的肯定不散地方 但这种肯定的肯定 花得很长 而且这样的动物不会吃 因为兔子其中 你喜欢吃的也不吃 所以我发这个花 一架的高兔子就 基本上不吃 去年中的就没那么吃 基本上不吃 没见得吃 然后这个把它埋养土 这样侧入的框 它每一边都发了牙 还可以去一茶 一茶茶 一茶茶 一门这样吸的好 一边 它有很多边 就沉过一边高一点 然后上面 那土一切成山 它长河之后 再下来 再加一 再加一 一边 那边 就沿过一边 得了 这样上面再覆盖一层土 这样种风土 百分百千 因为它一个 一根上面有很多头 所以就 开始都要放啤酒 一个样普通的土 这样很透明 你看这个就是 一边一边一边 你会发 侧楼 又埋进去 有 估计有节点的地方 都会发芽 上面再加一 一层木系保湿 嗯 那样种两片 上面 杀一层木系保湿 这样它就不容易干 生活率就高一点 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你给我点个赞吧 不定期分享家庭各种蔬菜种植 你也可以关注我哦 好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拜拜